女朋友 我們認識的 我們是 朋友介紹的 這是我們的聲音 朋友介紹 有个共同朋友介绍 对啊 然后 下方 下方 所以现在 两个字是帅的啊 还不帅 没帅 好啦 我先讲 我在你的第一项 我觉得我刚开始看到她的时候 我觉得她 第一项就觉得她是一个怪人的女生 然后 蛮有气 第一次看到 嗯 跟照片 对 跟照片不一样 而且觉得 有点多 她的她很激烦 她的她很激烦 她很激烦 她也是一个蛮懂事女生 可能有一些 在跟朋友啊 我的朋友 我的 我的亲戚 长辈 她不会有那种 那种不懂事的小女生 那种不懂事的小女生 才是不对啊 情绪化 她很少 她会把她自己的那一块hold住 她会hold住 然后 或许她她有一些那个 不太 不太 不太OK的东西 她会留在那个 事后她们 可能会有点点不好 所以 所以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 我觉得我自己 我会想要一个同事的 同事的女生 所以她 我觉得她 我觉得她 她是属于这种 这种女生 对啊 有时候 有时候 有时候我 遇到这些事情 可能我 会 比较顺利 然后她会包容 整个情点 到情点 我就在点 事实蛮好的 有的男生 可能没有那么有耐性 听女生那边讲 整个都是整个的感觉 可是她 她都会 慢慢的把她听完 然后她也会跟你说 然后对 这些事情怎样 然后 但 接下来 一定要做这样的 因为我们情绪来 会 带她 自己的情绪在里面 所以 她就会 不过 然后她就会 直接告诉 我这样 我比较不好 然后怎么做 这样子 就比较好 因为我们在 不忘了我们要在里面 里面 那 希望会看到我们 会来 我们会 然后 然后 我要再跟正达跟你说 但是 我也 也 相信 我就是 每个人都做什么 都做 这样的感觉 是 很重 但是 我觉得 只是 在里面 很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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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她的朋友 忘记 不要忘记 一开始 会是在一起 对 你们交往很多东西 对啊 那其实 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 我觉得 我们人 我们都一定会碰到一些低潮 对啊 都一定会碰到一些低潮 很多事情都一样 或者是朋友 或者是 上班 都是一样 那他碰到低潮 碰到低潮 碰到低潮 就是 这段子碰到低潮 我也是很谢谢她 就是陪我一起面对 那 那 那 就是 还是一样 我就觉得 I love you I love you 真的 大大 大小 大小 I will spend my whole life loving you